金韵蓉 它是多元化的 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的信仰 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的观点 我不能说我一定觉得同居是好的 或者是同居是坏的 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举出 好多好多的理由 来加强自己的观点 但是我比较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说在一件事情当中 男女双方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男女双方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期望 是不一样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看看 哪一方面的伤害会比较大 所以当你要做这件事情 你得评估一下 我有没有可能去控管这个风险 如果这个风险是太大了 我可能要承受的是 比较多的风险的话 那我就考虑一下 当双方的角度不同的时候 谁的伤害会大 我有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个伤害 同居的这个事实 能不能够真的开花结果 能不能够真的走到婚姻 能不能够让两个人 在这件事情当中 都不受到伤害 然后让两个人都能够得到 应该有的安慰 然后应该有的实质的回报 我觉得才是这个事情 能不能行得通最主要的原因 单纯从一个女人 一个母亲的角色来说 因为我没有女儿 但如果我有女儿的话 从我一个母亲的角色来说 我真的会不希望我的女儿同居 那爱情最美好的地方在哪里 爱情最美好的地方就在于想念 我看不见你 但是我感受得到你 我想你 你知道那种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你晚上我们在一起吃完晚饭 我们就看完电影 然后你必须要送我回家 然后当你送我回家 我一转身把门关上来的那一刹那 你就开始想我了 我现在继续跟他都起来 我觉得那是最美好的一个部分 你知道 可是如果说 我没有真正地享受这个部分 我没有让一个男人开始怀念我 我没有让一个男人在晚上睡觉前 想听听我的声音 看看我的脸 然后我就已经躺在那个地方 他就看见我了 然后他每天都看见我了 我就觉得好害怕 你知道 我觉得每一个人生的阶段 他都有那个阶段最美好的那个部分 为什么要让那个部分 那么快的就没有了 女孩子当提到同居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爱这个人 我打算跟这个人过一辈子 所以我去同居 你知道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跟你交朋友 跟我真正的班径跟你住在一块 我觉得在心理上面 是不一样的 那个期望值是不一样的 我不觉得女孩子再开放 会开放到一个地步说 我不过就跟你住在一起 大不了不好了 我们就分开 我觉得女孩子也许只是嘴硬这么说 但在心理上我们是有期望值的 但当一个男人要同居的时候 他也许 我不是说他一定 他也许他要考虑到的问题就是 我不会觉得这样子方便一些 会不会省钱一些 我有一个同学 他在美国 他原来在台湾 简直是优秀到不行 好多好多人追他 你知道 后来他到美国没多久就结婚了 后来我们都很压抑问 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婚 他说因为在纽约租房子实在是太贵了 你知道 所以两个人各租一个房子 还不如两个人租一个房子 便宜得多 所以你知道 就说男人有可能是为了某些 比较理性的因素 比方说 总是每天得送你回家 每天得去接你 下班了我还得怎么地 然后到了你们家 把你安抚好了 你睡了 我还得爬回家 多累啊 所以我们干脆就住在一块 男孩有可能觉得他这样方便一些 男人跟女人在面对同居的时候 还有可能 我们看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其实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建议 当一个女孩子决定要跟男孩子 同居在一起的时候 作为一个女孩子的角色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稍微的敏感一点 就当你要做这个决定之前 你得先非常确定知道 他也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你的确定不是说你每天问他说 你真的吗 你真的是不想跟我住在一起 你说吗 你是不是真的想跟我住在一起 你说有哪个男生敢说 不 其实我不是真的很想跟你住在一起 他怎么敢呢 因为他如果说他不是真的 他可能就要失去你了 所以他有可能就勉强 就说 对啊对啊 我也想跟你住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女人 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中间的不同 比方说 你别那么着急地去找房子 你让他去找房子 就是说我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 我接了一个案子啊 或我做什么 我不管你 你自己随便找个理由 所以呢 只有你去找房子了 我不能找房子 你看看他找不找房子 如果他特别上心 然后他特别开心地去找房子 那你就安全一些 很多时候是你在找房子 你知道吗 你把家也布置好了 卧室变成粉红色的了 然后浴室里头又挂了一大堆的小吊件 又是熊又是狗又是什么的 都弄好了一个温暖的家 然后怀着期待就等他进来 那这就有可能有问题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测试他一下 你把这个责任丢给他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孩子 我觉得要很勇敢 因为如果你在同不同居的这个当下 你有一些迟疑 然后你因为要迁就他而去同居的话 你很有可能你终究会失去他 其实我觉得女人 其实不怕听见真正的真心话 怕什么你骗我 其实你不需要骗我 你如果骗我的话又被我感觉到的话 我觉得那会更伤害我 你大可以告诉我说 我觉得我们还不适合住在一起 因为如果住在一起 我担心什么什么什么 甚至我担心我妈可能会对你有什么看法 我担心我们将来可能更没有办法长久 我觉得你特别诚恳地说 女孩子会难过 肯定难过 但那个难过不会太久 但是你骗我的话 两个人天天吵架 两个人天天步调不一致 我觉得那个伤害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男人需要很勇敢地去承认 你要或者是不要 我觉得这个是对女朋友更大的一个责任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会在我先生面前换衣服 不是因为我害羞或我内向 当然我身材不够好 如果说我特火辣的话 我可能可以 那我可能会有一些自卑 觉得我自己身材不够曼妙 所以我不太愿意在她面前换衣服 但你知道我总觉得男女之间 有一个东西是很美好的 就是那种暧昧的情愫 就是那个我不是这么直裸裸地让你看见我 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同居的时候 我会建议女孩子 要留意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毕竟还没有结婚 你毕竟不是老夫老妻 毕竟你们还是在恋爱关系当中 所以能不能够保留一些神秘的感觉 你别上厕所的时候 厕所的门就是开着的 你别回到家里以后 你就穿着拉拉踏踏的 因为你要干家务活 你能不能想象一个25 6岁的女孩 然后男朋友回到家以后 她在办公室里头 她看到的人都是光鲜亮丽的 她回家看你撅着一个衣服在那拖地 或者是披头散发的 然后那个刷牙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那是没有美感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同居她毕竟还没有结婚 她还是在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 能不能够保留一点点属于女性的那个美丽 妩媚的那个东西 不要这么就把它当作在婚姻生活 这是我的建议 当然还有战有欲 当一个女孩子跟一个男孩子同居以后 她就已经在心理上假设 这个人就是我老公了 老公长老公短 所以掏心巴肺的就对这个人了 比方说开始做一些为人妻的 这个角色的这个所有的行为 这个行为可能包含好的行为 就是你特别的爱她 你特别的照顾她 但是也包含了一个不好的行为 什么不好的行为 当你是我老公的时候 不好意思 你就是我的了 所以我是有战有欲的 我对你的管控权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你可能就不是一个女朋友的分纪 而进入到了一个老婆的分纪 是别人妻子的分纪 可当你并不是别人的妻子 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说 我还没享受爱情 我就被你管了 结了婚以后 老公会比较认了 因为我结了婚了 那怎么办呢 我认了 你知道因为毕竟我们结了婚 毕竟这个社会认为我们结了婚 我们有结婚证 我们也请了喜酒了 我们也办了这个婚宴了 然后说不定我们还生了孩子了 所以我认了 我被我老婆管 我认了 可当我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不过是你男朋友 我们不过是住在一起 然后你就以老婆自居了 有的时候男人会有逆反心理 当然反之亦然 我并不是说一定都是女人 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比较这个荒唐的 男人有的时候也会这样 那有的时候女生很讨厌男生做的某一些事情 比方说过多的关心我啦 或是干涉我的事情啦 或者是战友欲太强啦 什么诸如此类 你这个中间的这个预期的心理 对爱情期望的心理 对每个人角色的期望的心理 它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同居是一个你已经跨过去一条线的那个东西 因为我们实质意义上面已经住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又没有一纸婚约对我们的保障 又没有法律对我们的保障 但实质上我们又已经行夫妻之事实了 所以两个人处的那个心理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两个人的期望值 两个人愿景是不对等的话 它就会出现问题 因为另外一方会觉得我已经做了这个承诺了 所以我应该可以要求你 同样要回馈我这些东西 但如果另外一方还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那么就可能要导致分手的这个事实 你知道对于婚姻来讲 它一定会先经过一个叫激情的那个阶段 然后它会经过一个再磨合的阶段 当然大家会认为说 磨合所以正好我们在同居时代 我们就磨合 磨合好了以后 我们就顺顺荡荡的进入婚姻 不 你知道磨合为了什么东西做准备 在婚姻关系当中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 叫做共同的利益 什么叫共同的利益 比方说我们两个结了婚了 然后我们生了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能不能够长成一个快乐的孩子 能不能够变成一个聪明的孩子 能不能够很健康 就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所以我们会为了他 然后我们会好好的相处 我们会度过我们磨合的阶段 因为这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或者是比方说我们买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或者是你的公司 你的事业是我们的共同利益 总而言之会让婚姻继续下去 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那个点 就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待在一块 但是偏偏同居可能就缺少了这一块 如果你只打算同居一年 一年之后你们就结婚 也许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你的同居是一个马拉松式的 因为你不敢做承诺 你就只能够同居 那你就会发现到最后 你就会索然无畏 只是因为要住在一起 因为没有共同利益的支撑 这段感情走起来会很辛苦 因为你永远得不断地去制造那个激情 但是在生活当中 你知道激情是很难很难存在的 对男人来讲 他的锋链激素只有六个月 对女人来讲 我们再浪漫也只有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后呢 十八个月之后 你就要面对很现实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个共同利益的出现 那么你才能够继续往前走 婚姻是一定要经过每一个阶段的 即便我们两个已经同居了十一年 同居了十年 同居了八年 我们两个同居了N年 但是同居毕竟是怎么样 没有责任的 当我收拾包袱 我走的时候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在我的记录上面 并没有说我离过婚 没有痕迹的 我就可以走了 所以那个心理上面是宽松的 对男人是宽松的 对女人来说也是宽松的 但一旦结了婚以后 即便你们之前已经同居过十年八年 你一旦进入那个角色 你就不宽松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付的代价太大了 所以有可能你会发觉 怎么我们两个同居的时候 没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一结婚以后 两年我们就退了 就分了 因为我要负责任了 我所谓的责任就是 我有承诺了 当我在同居的时候 我们说好了 我们都没结婚 意思就是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认为你的心里已经有假色了 你不是我太太 我作为一个女人 我认为这个男人心里有假色 你不是我先生 所以我们两个人在 法律的责任上面 在情感的责任上面 其实我们是自由的 如果你要同居的话 我宁愿你是因为两情相悦 然后你太喜欢他了 然后你很希望两个人住在一起 而同居 而不是因为我要结婚了 我得试婚我才要同居 我好害怕听到试婚这两个字 如果你说这个是在试婚 那就表示你基本上 你对于婚姻是不信任的 你觉得这个人不一定是合适的 所以我想要试试看 看看合不合适 所以我有可能退货 我有可能就买了 所以这个前提已经是不对了 所以如果我们两个决定 是在试婚的角度 两个人都会戒胜恐惧 为什么 我们马上就把我们的眼光 放在挑剔的角度了 我就已经要开始看 你这个动作适不适合婚姻 你这个行为适不适合结婚 你这样子适不适合我 你知道你的角度 你的眼光就只会看消极的那个部分 但如果说我是两情相悦 我们真的爱到一个地步 我们非住在一起不可的话 那就好好地享受你的同居生活 别把它弄成试婚不试婚 那么也许你的同居会修成正果 也许你的同居不修成正果 但你已经享受了一段美好 别你又同居了 又没有享受美好 然后又没结婚 又折腾了半天 那我才觉得那真叫个亏 所以如果你要同居 你就好好地同居 千万别说试婚 你这样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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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这样子一样 你这样子一样